野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 新苏伊士运河危机威胁全球经济 大家好啊 我是你的朋友大野猫 英国经济学人啊 现在应该叫英国政治学人 这个杂志12月16日文章 新苏伊士运河危机正在威胁全球经济 他指的是野门胡塞武装最近一段时间 为了支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诸多抵抗组织 对印度洋与红海之间的苏伊士运河的曼德海峡进行封锁 之前呢不是传出来了吗 西方的货船在经过曼德海峡的时候 遭到了野门胡塞武装巡飞弹无人机的攻击 目前呢美国正在号召自己的盟友 试图召集14国的联合舰队去红海护航 经济学人这篇文章称呢 红海是经苏伊士运河运输的必经之路 这条航线的关闭可能导致贸易成本大幅度上升 红海的海上危机可能会将加沙地带的冲突转变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全球性事件 非洲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曼德海峡连结亚丁湾和印度洋是国际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 全球12%的贸易运输 30%的集装箱运输从这里经过 最近一段时间呢 野门胡塞武装为了支援巴勒斯坦对航运进行了袭击 全球几大船舶公司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甚至暂停运输 这就是所谓的新苏伊士运河事件 怎么看 关键点还是怎么看所谓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那吓唬谁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这个经济学人呢 已经变成了政治学人 完全是给美国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 他这个话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根本影响不到那么大 什么意思呢 不会有什么全球性经济危机 但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欧洲 如果长期化对欧洲进一步去工业化是有帮助的 这个是关键 可见呢 这个东西的导向是什么 野门胡塞武装攻击这个商团 然后西方的某些利益集团利用这件事来做局 做什么局 再收割欧洲 这个也太明显了 原因是什么 这个事原因是什么 野门的胡塞武装为什么攻击商船呢 表面上看是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件事 就是以色列现在不停火 集体惩罚巴勒斯坦 胡塞武装在干什么 在试图分化西方 尤其是美国和欧洲 因为曼德海峡这个航运呢 对欧洲影响非常大 对美国影响其实不大 如果美国你要是缺小的商品了 一般的商品怎么办 走太平洋吗 如果想快一点的话 走太平洋经巴勒满运河 到这个新奥尔良 这就可以了 大宗商品根本不需要停战 一步到位嘛 所以这个事对美国影响不大 只影响到欧洲 那对欧洲影响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波斯湾的石油 啥意思 再给欧洲一次能源危机 野门打了几发导弹 影响大吗 不大 为什么野门胡塞武装有那个能力吗 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他们在干什么 利用野门胡塞武装这件事 然后派一支联合舰队到那里去护航 然后影响航运 影响航运 尤其是影响波斯湾到欧洲的石油 给欧洲再来一次能源危机 再干什么 对欧洲去工业化 然后进行收割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那为什么胡塞武装要打呢 这个关键点在哪呢 因为胡塞武装太穷了 太穷了 活不了了 要命有一条 就这么简单 你不让我发展 还让我遵守你的法律 凭什么 你这不是巨英吗 那你不让我活着 我要命一条 有一条我怎么办 我直接了当扰乱你的航运 扰乱你的贸易吗 只不过被美国的某些财团利用了 关键点在这呢 所以呢 经济学人或者政治学人 所谓的全球经济危机 根本没那事儿 如果要有全球经济危机的话 要么美国马上让以色列停战 要么直接了当把胡塞武装给撇了 美国是有这个能力的 那只是欧洲 只是欧洲就行了 而且欧洲还是影响部分的欧洲 还不是影响完全的欧洲 它影响只不过就是影响了欧洲的能源供应 关键点在这儿呢 这个是关键词 它所谓的苏伊士运河事件 它这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啥呢 我们知道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呢 是1956年的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 很快就平息了 关键点是什么 1967年到1975年 才是真正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长达八年苏伊士运河无法通航 导致航运走好望角 但是走好望角是坏事吗 走好望角是不是坏事 根本就不是啊 走好望角这八年 是白人南非发展的黄金时期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国发展的黄金期 完全是利好非洲的 但是当时全球贸易总量不大 所以影响是有限的 那是当时 现在呢 咱就假设一次 现在这个曼德海峡这块长期化了 绕好望角影响大不大 影响不大 最多15天 最少7天到10天 就这么长时间 但是会不会根本性的改变贸易关系呢 有一定改变贸易关系 它会使非洲极大的利好 非洲再次被重视 这对非洲来说是件好事 根本影响不到全球 关键点是什么呢 为什么说对非洲是好事呢 因为海上贸易海运 依旧的占全球的85%以上 我说的是量 但是为什么说对欧洲影响有限呢 这个里边提到的东西叫附加值 为什么叫附加值呢 因为海上运输到欧洲的 它的附加值而不是量 我说的是附加值 仅影响欧洲50% 这是关键 那另外50%走哪去了 跑哪去了 高附加值产品 比如什么手机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走航空 占15% 中等附加值的 比如说汽车配件 这个里边就有意思了 中等附加值占35%吗 比如说泰国 泰国之前到欧洲的汽车配件 走的是航运 走的是航运 但是呢 2021年12月之后有一个变化 就是泰国有相当一部分的汽车配件呢 他不再走航运了 他走什么地方呢 他用大卡车 把从他的工业基地往北 往北运 运到哪呢 老挝的首都万象 在万象上火车 直接了当直插欧洲 这个就是泰国改变了这个方向的 一种做法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整个欧亚大陆上的铁路运输 无论是北方通道走俄罗斯 中间通道走土耳其 南方通道走印度 部分替代海运 尤其是高级的 中级的附加值产品 已经可以从这方面走了 现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常态 对不对 所以影响欧洲 是不是影响全部 不是影响全部 只影响一部分 影响一部分是欧洲最需要的那一部分 就是能源 关键点就在这块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事长期化 会不会让欧洲改变 它现在的形态呢 肯定会 我们知道海上贸易追求的是什么 海上贸易追求的是贸易单单一化 货品单一化 我们管的叫麦当劳化 MacDonaldization 对不对 麦当劳化 路上贸易追求的是什么 路上贸易追求的其实是多元化和区域化 它更体现这个地区产什么东西 更体现这一地区的这种独特性 而且这个独特性 它背后是有文化 它背后是有宗教 它背后是有这种思想 它背后是有这种语言 这种描述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检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你要是能玩路上贸易 玩好的的国家 我可以告诉你 海上贸易这国家比不了的 就这么简单 现在玩路上贸易 玩的比较好的国家 比如说土耳其 你看看埃苏丹 埃苏丹的野望是什么 整个欧亚大陆的贸易 欧亚大陆的贸易 它在中间搞了一个中间通道 然后说呢 我这个中间通道 我就可以怎么着 承接欧洲和亚洲吗 而且它玩实力 它玩不过 海军它没有 对不对 它的综合实力很差 但是它可以玩文化呀 可以玩语言啊 可以玩这个宗教信仰啊 所以你看看 它的影响力 其实吧 咱这么说 在全球影响力不大 但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地点 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这就是埃苏丹的土耳其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而且另外一点 这个汽车配件 这个汽车配件 你要是觉得 泰国到这哪 到欧洲太远了 还跑到什么 老挝万象 老挝万象 啥地方都是 你觉得这太远了 怎么办 怎么办 那可以换地方吗 中亚的比什凯克 中亚的杜尚别 也可以给你生产啊 中亚的萨马尔汗 也可以给你生产啊 还有这谁 还有阿塞拜疆的巴库 土耳其的安卡拉 不都可以给你生产吗 这样一来 你这个运输成本 不就下来了吗 所以这个里边 有一个问题 在哪呢 就是说路上的贸易 怎么改变海上的贸易 这个问题吗 对不对 我们知道 海上有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怎么走 大宗商品 直接了当直通车 比如说运粮 是上海到洛杉矶 直接了当干过去 对吧 好了 那一般商品或者普通商品呢 一般商品 普通商品叫公交车 海上怎么走 比如说从达里安啊 达里安造船厂 这个达里安 这个就船出来了 出了之后 他要停站呢 头一站就是上海啊 装设集装箱 然后卸设集装箱 第二站什么地方 胡志明市 对吧 也是装船卸船 第三站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吉隆坡没有港 吉隆坡外海这个港 那好了装船卸船 对吧 然后去哪 印度的梦买 印度的梦买 然后装船卸船 波斯湾也进来 也也也这么干 然后走苏西顺和到欧洲 直接到美洲 这么来的 这叫公交车 路上贸易以后也是这个样子 路上贸易也是公交车化 什么叫公交车化 我可以告诉你啊 你看看欧洲大陆 欧洲大陆 铁路公路连运 基本上就是啥 就像一个国家似的 对吧 好了 你再看看中国 中国从黑龙江到云南 这个运输 无论是铁路公路连运 它也是那么一体化的 对吧 你看看北美洲 加拿大 美国墨西哥 北美自贸 是不是同样的 那好了 以后欧亚大陆就这么干 欧亚大陆就这么干 然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铁路跟公路 然后也搞一个类似欧洲 类似中国 类似北美的这种铁路公路连运 这样一来 它使得把这个运输 这个东西细化 同时把这个东西什么 区域化和个体化 这样一来 就取代了海上贸易 就这么回事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关键的 但是今天我们谈的问题 是什么呀 今天我们谈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事 能不能影响很大 封锁曼达海峡 这个事到底最后怎么回事 咱这么说 如果长期的 我刚才说的 就是一个长期化的一种概念 如果是短期的话 无所谓 就绕好梦角吗 绕好梦角 绕几天 差不多了 然后加急的话 加急的话 走空运或者走铁路 都可以的 至于全球危机 那是无济之谈 没这回事 想解决 很好办 怎么办呢 让以色列停火就行了 如果呢 你要想收割欧洲 那好 接着宣传 随便宣传 等到你收割为止 让欧洲再去把工业化 再从欧洲吸一次血 那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议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